走在室外的一些路段上 杨絮跟柳絮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对于过敏的人来说 很容易引起流鼻涕 打喷嚏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甚至会引起哮喘的发作 春夏交替时节是哮喘的高发剂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空气中的漂浮物 杨絮柳絮以及花粉比较多 容易造成过敏 进而刺激气道最终导致哮喘 哮喘是一种高发病 尤其是小儿哮喘 在治疗哮喘时 首先要确定患儿的治病原因 是病毒感染还是支援体感染 再进行对症治疗 杨絮柳絮引发的过敏 除了会导致哮喘 还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 增殖体肥大等多种疾病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避免哮喘形成呢 医生认为增强体质很关键 平时可以多参加户外运动 这种病呢 也不要大火 也不要太可怕了 就一得这个病 就悲观失望用不到 它在应幼儿时期得病 往往是病毒感染 在三十岁的时候 往往它是个转折点 就治疗会治愈的 到五六岁以后又是个转折点 一般说清晨发育期 大多数能好 编成成人小船 极少极少数 我希望你能够死在一起 多数能好 我可以做一个转折点 我可以做一个转折点 那边就发现了 我可以做一个转折点